大家好,我是道远方旅行 今天我们在贵州临淮的大山里面 计驾游发现有一座房子 竟然闲空的挂在咸牙截壁的上面 看到没有,就在我身后这里 看到没有,就是前面的那一座房子 闲挂在咸牙截壁的上面 它是靠两根柱子给它支撑起来的 就像闲空的挂在那个地方一样的 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 从上面到底下,至少得有210米高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 这个房子是怎么建上去的呢 你看旁边也没有路 是怎么把材料印上去 这真的是一个谜 关于这个房子,我问旁边的村民他们讲 这个房子是建立清朝的光细连间 旁边差不多有150年的历史 后来好像被大河烧毁了 然后又重新改建一下 旁边也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这100年之中,经过岁月的洗礼 以及风吹以打力赛 到现在都还没有垮掉 真的是稳如盘袭 太了不起了 有时后我们不得不配合古人的机会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哪里可以上得去 可能要从那边或者说从哪里绕过去吧 因为你看也没有看到路 实际上它是一座寺庙 叫咸空寺,林淮咸空寺 说到咸空寺 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是山西的咸空寺 实际上在贵州的也有这样的咸空寺 不过呢 它跟山西比起来的话 它的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这种是 像在大季燃机中的大山里面 是比较咸伟林机 我们今天是无意集中驾车 见过这年才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奇景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位于贵州林淮市的毛霸镇的一个小山村 你看这个山村的风光非常的漂亮 山清水秀的鸟语花香 呃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 前面呢还种了很多的高粮 还有这边是村民的家 等等 非常的漂亮 今天的天气真好 蓝天白银 贵州那是一个地无三起平 天无三立 情的那个省困 但是今天像这种阳光高照 还是比较少见的 你看蓝天白银的特别的舒服 珍惜大千世界无奇不如啊 像这样的奇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贵州啊每走一步都是风景 好那我们的自家游啊 下一站马上又要出发了 今天的这一个视频啊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